電力供應的問題 我想在兩個層面我們會去做 第一就是整體澳門電力的供應 隨著第三輸電通道的啟用之後 其實澳門的電力供應得到進一步的保障 也都提高到1750兆牙 確保輸電的通道有南、中、北三條輸電的通道 確保澳門的整體供電的安全和穩定 也有關於牆館的電力供應 我們會和有關牆地的部門去做好部署 譬如確保一些緊急應變的措施 後備電源和一些復電的預案 我想我們會積極去配合做好有關的工作 多謝